如此重劣的音樂 再加上電影賽德克巴萊的電影片段 電影中的演員配合著現場的音樂 吹奏著口黃琴 把電影交響樂結合 再加上電影中的演員 現場實際的歌舞演出 這是七號晚上在台北舉行的 電影交響師的音樂會 如此特別的演出模式 導演魏德勝也感謝高雄市文化局的支持 覺得在國外有非常多史詩型的電影 的音樂跟影像 都可以做成一個特殊的影音的音樂會 那我覺得賽德克巴萊是台灣 最能夠做這樣音樂會的機會 如果一部電影籌備到上映 到下片就結束了 而這部片 這個音樂可以一直延伸的話 甚至我蠻期待就是說 以後可不可以就是變成 每年的物色世界那一天 都可以再物色演一場的話 那就太厲害了 這是去年的國片賽德克巴萊 也是魏德勝導演籌備十二年 耗資七億拍攝而成的電影 七號晚間為準備這場音樂會 導演也特地將電影重新剪輯 再配合交響樂 一開場就給欣賞的觀眾一個非常壯烈的視覺演出 對於台灣的藝文創造能力也是一項突破 參與演出的演員也表示很震撼 當然不同的演出方式也有不同的挑戰 也期待做成每年的物色世界紀念音樂會 大概困難應該是因為都是第一次 那就是說我們會有顧慮是說會不會好 特別是這一次是這麼大一個編制的交響樂團的形式 來做這樣的演奏 其實對我們來講也有很大的震撼 對現在或是以前的主人來說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紀念的事情 這場音樂會呈現給觀眾對於視覺及聽覺上 都更立體更有層次 也帶給大家許多感動 其中電影中的人物拉到現場 用歌唱的方式呈現電影中的情節 更是撼動人心